但除了晶圓代工的本業之外 力積電現在竟然也是積極地 在卡位所謂的元宇宙商機 黃崇仁就透露說 力積電的第四代氧化物半導體 將可以支援高解析度 低功耗、低雜訊的 小尺寸有機發光二極體的顯示器 讓公司擠身元宇宙概念股 力積電董事長黃崇仁感性發言 因為熬過近十個年頭 總算力竭歸來 力積電預定在12月6號轉掛牌上市 切記兩字貼切形容 因為回首過去2008年 歷經背著1200億負債 黯然下市 當時黃崇仁幾乎每天 被27萬小股民的自救會 還有銀行團追著跑 但他咬緊牙關 堅持不放棄 轉型做晶圓代工 靠著貴人金士頓相挺 蘋果大丹和結盟台積電 才能浴火重生 而這回黃崇仁還想得更遠 因為我們有第四代的半導體 是全球唯一領先的 有創新的元宇宙技術 我們叫做量子元宇宙 我們可以把那個AIBI的眼鏡 那個VIRUSING做得更高 現在半導體火熱事況之際 捲土重來 黃崇仁這回講起話來 更有底氣 不僅透露與邏輯代工 和記憶體客戶 分別簽訂三年及兩年長約 2023年下半年開出的 第一期銅鑼新廠 產能全被曝光之外 2024年之後 還要啟動第二期擴廠 看好整個半導體融景 至少延燒兩到三年 既然不賺銀都可以 股票都可以賬成那個樣子 那賺錢的更不要強 所以有一點 我們台灣的半導 有些 我們這幾家有一點委屈 和財新傳媒 董事長謝金河 有之一同看好 哥羅方德 納斯達克掛牌後的好成績 將掀起台灣金人代工族群 比價效應 人稱九祕怪貓的黃蟲人 這回說到做到 領著利機店重返資本市場 還會創造出什麼奇蹟 各界張大眼睛 東森財經新聞 吳博維葉子晶 台北報導